大家好,这里是天洋玄机 这期跟大家分享十种富人手相 第一个是上升线,也叫千金纹 就是从食指根部和大拇指根部之间的 也就是虎口的位置,从生命线为起点 开始并向中指根部土星球延伸的这种弯曲的弧线 如果是有这个特点的 可以从这个底层崛起获得巨大的成功 并且即使在生活在这个贫困当中 也有能力以某种方式突然变得富有 鲜鱼翻身变成人生赢家 第二种是三奇纹 三奇纹是指太阳线,财运线和命运线 在掌心名堂的位置汇聚在一起 这个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的首相 你的精神力和毅力会强大很多 会不遗余力的投入到事业当中 而且在事业当中的运气和自信都很粗 甚至会拥有改变时代的天赋和能力 努力会得到回报 并且会得到丰硕的成果 运气也非常好 甚至有很多钱财 第三个是段掌 段掌是脑线和感情线 相不合二为一 穿过手掌的线 被称为非常吉祥的首相 如果是有这个特点 运气非常不错 注意力集中 有筛和灵感也不错 那么很多人会高高在上 有领导 偏出杰出的领导才能 沟通能力也很强 甚至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魅力 所以可以轻松的赚到钱 第四个是结婚线很长 结婚线刚好跟太阳线接触到了 如果是有这个特点 那么遇见有钱人的机会会增加 而且会更容易得到姻缘 就是说对方配偶的家庭条件非常不错 能够凭借婚姻富贵 那么财运也会一下子增加 所以说很容易得到钱财 另外一半并不富有 但是在通过婚姻之后 它会让你变得富有起来 也就是有望夫或者望妻的潜质 第五个是财富线上有新闻 代表在财运上时常有一些幸运的事情发生 特别是在小纸下方的水星丘 有钱财文 说明在偏财运上有一些幸运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牌桌上的手气不错 买彩票容易中大奖等等 第六个是水星丘上面有鱼形的纹路 水星丘就是指小纸的根部的区域 如果是水星丘出现鱼纹 财运和生意都是非常不错 会有大量的钱财入让 而且有出色的沟通能力 非常善于交际 因此在客户的业务上 能够有非常不错的成绩 而且自己创业也会成功 即使生意变得有一些动荡的话 也能够稳住局势 生意变得逐渐的稳定 也可能会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 大笔的资金 第七个是太阳线分三差 这样的话在财运成功和人员方面 都会有大大提升 更容易获得大笔的资金和成功 在不久的将来 会更容易在彩票或者生意上赢得大奖 而且在身边人看来 你会有充足的人气 获得很高的赞养 并且会将人脉转化为财 第八个是太阳线上的新闻 就是指太阳线主线上 有三条四条这种短线交叉 形成的这种新闻 如果是有这个特点 运气会突然增加 而且能够得到钱财和成功 人气也很高 也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 第九个是感情线上方的一条暗线 就是指从感情线往上延伸三厘米上 有一条线 非常的清晰 如果是有这条短的横线 说明在金钱流动方面会得到改善 现在也称为理财文 不会有金钱方面的困扰 并且会收到大量的资金的入账 储蓄也会稳步的增加 在理财方面有自己独到的金得 而且在彩票当中一下子也会运气变得不错 不知不觉间手里当中的钱财越积越多 第十个是财富线分三差 也就是水星球上的钱财文分三差 如果是有这种特点 财富会爆发式的增长 获得大笔的资金 并且不会再为钱发愁 生活当中也会变得一下子变得更加的富有 更大的可能性会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钱财 也很擅长做生意 我们说水星球也是跟这个 商业嗅觉比较灵敏的 可以赚很多钱